挂在台北市的帐上 本土武力 境外流利 台北市周五新增了武力确诊 和先前的防重传染链 松山区幼儿园教师相关 副市长黄珊珊表示 武力都是已经在居隔当中 裁检确诊 包括一名职员以及四名学生 同时市长柯文哲公布了 周四社区筛检1700多人 没有发现确诊案例 判定疫情尚未扩散感染社区 不过同时他也公布了 2.5级餐饮防疫指引 放状话喊出未完整接种者 不要进餐厅 柯文哲颁出了2.5级内用防疫指引 要求店家需审视员工疫苗状况 最好都已经完整接种 或时间到再加打追加剂 而顾客部分则是要求民众 打两剂满14天才算合格 可以进餐厅内用 反之就选择外带 外送或做包厢用餐 但12岁以下的儿童原则上放行 这也不是说我们要去强制执行 只是说一个呼吁 请大家配合 看看我们 当然如果疫情还是要扩散 我们还是用强制的手段 拨排除未来强制执行 网友傻眼留言 打疫苗并非无敌 拿来当作标准很不对 是说打两剂的人可以防传染吗 那不就是疫苗护照 进餐厅要疫苗护照 这个是其他国家有人实施过 你应该去了解说那些国家做的这件事 到底有没有控制疫情 好像有些国家 我印象中他做了以后 疫情还是三生 你打了疫苗去餐厅内用 那你染染了病毒 你可能是轻重后无症状 然后你去社区 还是会传染 他还是有传染的风险 柯文哲称有条件禁止内用 希望降低餐厅染疫风险 不过突如其来的决策 也让不少民众质疑政策的合理性 新团亚太电视 高建伦 曾新敏 台湾台北报导